我们都被曹操骗了,想知道杨修的死因,先看看曹操杀过的那些人。 要想知道杨修到底为什么被杀,先要看看曹操都杀过哪些人。 记得,曹操在赤壁横朔附施的时候,一个叫做刘富的说, 丞相,绕术三档,无止可疑,此诗不详。 结果,曹操把刘富一束长矛桶死了。 曹操杀死人的原因,是欺败了曹操的性,这个性,是施性,也是心心。 曹操还杀过华佗,华佗说,要治疗丞相的头疼病,必须做开颅手术。 曹操杀华佗的原因,非是怀疑华佗暗害自己, 实则是不愿将自己的性命掌控在别人的手上。 纵观曹操一生,天下大势,尽得掌控,正如他自己所说, 这使天下无有故,不知当即人称帝,即人称王。 也就是说,曹操此人自负得很,既然如此,他就不允许任何事情, 图在其掌控之中,如果超出掌控了呢?那就必杀之。 这样的话,我们再看看许优是怎么死的。 许优,到204年,自自远途许优这个人是曹操的老乡, 他还称呼曹操的小名,阿门呢? 官渡之战是曹操最得意的战役之一, 而让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火烧乌朝的计谋, 就是许优出的,许优被杀,就是太拿着自己不但爱人了, 他张口闭口就是,阿门呢? 要不是我的计谋,你能尽得了这冀州城吗? 曹操于是笑着说,那是那是。 记得曹操有句名言,无梦中好杀人儿, 其实,丞相梦中不会杀人,但笑中会杀人呢? 结果,当许优跟许楚吹水的时候, 被许楚一刀砍下了人头,然后拿来给曹操砍, 曹操深深责备了许楚一顿, 然后说,那就厚葬了吧。 所以说,不管是谁,千万别鞠躬自傲, 这点,古往今来了文臣武将,一定要以萧和为典范。 或许有人觉得,虚优那是冒犯了曹操, 所以才被杀,一点都不冤, 其实,大家都被曹操骗了,曹操从来就不怕冒犯。 陈林,217年,自恐张图要说冒犯曹操最甚者, 非此二人莫属,一个是陈林,一个是张松。 陈林曾经为袁绍写过一篇讨贼习文, 这篇文堪称习文中的教科书, 不但把曹操说成一个窃国大贼, 就连曹操的祖宗八代都骂了一个体无完肤。 曹操说,当年此文转秩序都, 我方换头风,卧病在床, 此文读过,毛骨悚然,一身冷汗, 不觉头风顿欲。 看,气得他头风病都痊愈了, 即使如此,后来曹操灭了袁绍, 活捉了陈林,不但没杀, 还给陈林安排了一个不错的差事呢, 所以说,曹操并不怕别人骂他。 不怕骂,那么怕羞辱吗? 张松,212年, 字字条图一周张松, 带着西川地形图, 千里迢迢来找曹操, 结果曹操嫌他长得太丑了, 把他轰出去了, 结果杨修把张松拦下了, 张松对杨修说, 松文曹丞相文, 不明孔, 梦之道, 吾不达孙, 吾之机啊。 杨修说, 你等着, 我给你看一本书, 是曹丞相自己写的, 名叫梦德新书。 结果张松看了一遍, 就说, 这什么新书啊, 我们鼠中小儿都能背诵, 结果他全文被诵了一遍, 一字不差。 杨修这个人吧, 书生气实在太重, 很不成熟, 杨松当时说他, 九人公事代三丁, 何不利于庙堂, 辅佐天子, 乃屈居坐相府门下一列夫。 杨修顿时面红而赤, 你什么时候见过诸葛亮脸红, 见过庞桐脸红, 见过贾曲, 荀玉, 郭家脸红吗? 一个真正成熟的文士, 从来都不脸红啊, 所以说, 杨修虽然从学识上, 可算才高八斗, 但心之上还有些志气未脱压, 下面他做的这件事, 立刻就看出他的志能来了。 杨修175年的219年, 自得祖徒杨修当然不认为, 孟德新书是曹操抄袭古人的, 他明白, 张松这个人就是记忆利好, 具有苏秦走马官碑, 牧师群娘的强继之功, 但是, 你知道也就行了, 可千不该万不该拿着这事去跟曹操汇报道。 杨修去找曹操说, 士修已成像所转孟德新书是之, 比官已变, 即能暗纵, 如此波闻强继, 事所含有, 松延此书乃战国史, 无明是所作, 蜀忠小儿, 皆能蜀记。 我们看这个时候, 曹操就没有弄一个大鸿链, 而是说, 莫非古人与我按何否, 另扯随其书烧纸, 好好的一本书, 因为杨修, 给烧了。 当然, 即使如此, 曹操也没有怪罪杨修, 毕竟宰相杜里能称传吗? 既然杨修之母看中张松, 那就再把张松叫回来, 聊一聊吧。 这次聊天, 张松比上一次更惧了, 简直就是尬聊的祖师爷, 曹操说, 吾是天下蜀备有草戒尔, 大军到处, 战无不胜, 攻无不取, 顺无者生, 溺无者死, 如知之乎。 张松说, 知道, 成想驱兵到处, 战必胜, 攻必取, 七日浦阳攻旅部, 晚城战张秀, 赤壁欲周廊, 华龙逢关羽, 割须气袍于铜关, 夺船必见于魏水, 此皆无敌于天下也。 张松啊, 你这么聊天可真的没朋友, 尬聊的结果, 张松被乱棍打出去了, 曹涛一百五十五年到二百二十年三月十五日, 图, 要说张松的话, 一般人一定是修费的无地自容了, 如果是杨修, 早就又免红耳赤了, 可曹丞相真说, 心中并不是太在意, 羞辱又如何, 圣外乃兵家常事, 关键是现在, 吕布已经死了, 张秀也降了, 周郎已经被诸葛亮气得半死不活了, 马超虽然厉害, 不也丢盔弃甲狼被逃走了吗? 所以说, 成大事者, 不会再以一时之成败得失。 了解了曹操的心胸大志, 我们还会认为因为义和苏, 积累这样的小事而杀了杨修吗? 说到这里, 似乎杨修之死变得扑朔迷离起来, 无妨, 我们再看一个人, 这个人跟张松的遭遇有些相似, 大骂曹操, 曹操虽然没杀他, 却假守别人借皇祖之手, 要了他的命, 死人就是迷恒迷正平。 狂傲之人, 通常都有狂傲的资本, 武将的资本就是武艺超群, 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能取物, 比如关羽、张飞等, 文人的资本就是学父母车,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, 比如, 司马懿、 诸葛亮等。 孔荣153年到208年9月26日, 资本举途那么还有一些人, 貌似也有一些资本, 就比如说这个米横, 孔荣对他的评价是书至真谅, 英才着陆, 这个评价很高哦。 其实, 许多时候, 我们对才学有一个误区, 所谓有才, 不是你读了许多书就是有才, 而是你能运用你读的书, 为国家民族做了多少事, 这才是真正的有才。 先说孔荣吧, 三字经, 它就是一个让你的典范, 但也仅此而已, 不能去夸大这个事实, 他的做法用八个字就可以概括了, 叫做父慈子孝, 兄友弟公。 有时候, 我们因为一个人在某一方面突出, 就认为, 他一定各方面都很优秀, 对于孔荣就是这样, 事实上, 孔荣并不具有安邦定国之才, 包括他的识人的能力, 也没有那么强。 所以说, 他推荐弥衡本身就有夸大之意, 只是他自己不清楚, 但曹操清楚了。 曹操一看, 既然孔荣你推荐弥衡, 那就让他过来面试一下吧, 弥衡一百七十三年的一百九十八年, 自证平土。 结果弥衡正殿之后, 对曹操阵营文武群臣来了一通点评, 寻语可使调桑温戟, 寻游可使看坟守墓, 成语可使关门庇护, 国家可使白慈念妇, 张辽可使击古明金, 徐楚可使牧牛放马, 乐静可使曲壮都招, 离典可使传书送喜, 与钱可使魔刀铸剑, 满宠可使饮酒时走, 与静可使副板铸墙, 徐晃可使屠诸杀狗, 夏侯敦称为顽体将军, 曹子孝呼为要钱太守, 其余皆是衣架, 饭囊, 酒桶, 肉带儿。 曹操一看, 那就派去荆州劝降刘表去吧, 到了荆州, 刘表又把弥衡派去了黄祖那里, 黄祖问他, 君在许道有何人物啊? 这个时候, 弥衡说了一句话, 直接要了两个人的命, 弥衡说, 大尔孔文局, 小尔杨德祖, 孔文局就是孔荣, 杨德祖就是杨修。 那么我们看, 后来曹操找查, 把孔荣和杨修都杀了, 曹操之所以杀了弥衡, 孔荣, 杨修这三人, 只因此三人的才学, 并不能为曹操集团所用, 而这几个人又使财放垮, 有一定的影响力, 会对军心, 人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, 要说积累这个词, 正是三人在曹操心中的地位, 虽然弃之可惜, 但实质又的确无味。 风铃画古论经, 专栏, 历史堂团队作品, 文, 风铃秀, 参考文献, 三国志, 三国演义, 文字由历史堂团队创作, 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 请不吝点赞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